以前聽老人家講說 成年女都斷掉了 然後也都沒有再繼續 我們就找那個比較資深比較老的老人家 就問他說他們以前是怎麼辦 我們是認為說成年女 也算是一個阿美族最經典的文化之一 因為她有年齡階層 就像那個阿兵哥的那個組織是一樣的 老人會唱歌的不見了 過了幾年那個也不見了 以前就講說一個民主 自己的文化如果是消失了 語言消失了 文化也消失了 這個習俗也消失了 這個民主就不見了